他說他有掃地啦 有拖地 因為比方講做家室 掃地拖地 現在比較少鵝啦 比方掃地嘛 為什麼少林寺你們看看他那些小鵝上面圈以前都去掃地 掃地是用什麼力 跨 跨可以啊 我們以前在掃地的時候都用走全都是用跨啊還是扑扑啊滴下去 問題是這個 問題是你在掃地的時候你是這樣掃吧 是不是 你這個壓力下去的時候 你手臂的力量在哪邊 是不是在這邊 你這樣下去的時候是不是在這裡 你掃得太少 你就是這樣子嘛 就是 就在用這邊嘛 對不對 可是有時候也不需要用那麼大的力嗎 你不要用那麼大的力啊 不是 拉線上 對嘛 你拉是用什麼力 不是 不要那麼大的力 到底不需要這樣子嗎 我知道 可是你用的是什麼力 好 就算是這樣子 好 就算是這樣子 就算是這個樣子 你就算是這樣掃好了 就算是這樣掃 好 請問 當哨法跟地產生摩擦力的時候 產生阻力的時候 你手臂的力在哪邊 對 手臂的力在哪裏 臉手要有手嗎 變勇嗎 變勇 你試試看 你拿著 你試試看 你掃 咱們今天都掃了嗎 掃看到我看一下 來啊來啊來啊 來啊 是嗎你坐嘛你坐嘛不可以坐 你坐我跟你講嘛 你看你看這樣就錯了 他在用哪裡 他在用哪邊 手臂 你在用手肘 手肘對手肘 如果說這樣子你的這個跟地產生一個摩擦力拿著 跟地產生一個摩擦力好 好你掃走 掃走貼著地掃走 力量在哪邊 力量在哪邊 這個筋的力量是不是有了 有沒有力量是不是在這邊 對 這樣不懂 我就說你們命好啊 對啊 需要用那麼大的力嗎 你拖 拖地的話呢 拖地呢 以前拖地是用長拖吧 對 是不是布的嘛 拖地那不是很長嗎 你總要使力吧 你用了什麼力 你拖地你這樣子拖 是不是一定要用這個力 你不會的才是這樣子嘛 才是這樣子嘛 這是用手肘 是不是 你這樣子運動 這邊就沒有 這邊就沒有用到 看不懂 練拖 我們練拖 有時候 年輕人或者小孩到師父家去 叫他掃掃地啊 看他掃地的樣子 要罵 掃地都不會 就這樣子啊 因為你那個姿勢 就代表你用的力是錯的 好 要問懂 對 插地 你看那個 有些日本電影 插這樣的地板 他是不是跪 跪著 跪著 這個出去了 是不是 這出去了 請問 當他母骨往前推的時候 他用的是什麼力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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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試試看 你試試看 跪著 好 拖地 這個 你往前移吧 你往前移 你手移 手移到這邊來 你拖到這邊來 好 請問手臂的力量在哪邊 支撐力 支撐力在哪裡 這邊有沒有力 你往前去 你往前去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到這邊來 沒有 沒有 你做 你做一百遍就有 呵呵呵 做那個 五體投幣 這樣子 有沒有 你看 然後你這樣的時候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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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在這裡 人在腹部 人在腹部 懂得嗎 人家做家事 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 出去 飛出去 然後 扶上來 是不是 跪著 往前走 對 這樣沒有 所以你 不要大嘛 你就把這塊地 把它摸 摸 摸完 你就對了嘛 所以我說你命好 現在的人都是命好 因為沒有用 因為身體沒有用 所以你就不知道怎麼用 是不是 你像不知道是擦 擦地嘛 你這樣擦地 是不是很自然 這個力量就有了 對啊 以前在生活裡面就會了 在生活裡面就會了 就我跟你們講 我在捷克 教那個女的 每天運斗 燙衣服 全家的衣服 要燙四小時 運斗 鐵運斗 要燙四小時 它自然勁很強嘛 我說你怎麼那麼快就學會了 他說每天 燙衣服要四小時啊 這邊的力量已經太累了 肌肉力量已經沒辦法了 它就鬆掉了 鬆掉了還要燙 一定是用這個力量 這樣我們不懂 所以是不是少林寺的掃地真是真的 一定都是先掃地 掃地拖地擦鍋裡 擦鍋裡是不是也是這個力 是不是也是這個力 有沒有 都是這個力啊 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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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了 我以前真的 我以前練的時候 在家裡面練 我就拖地掃地 是用這個步 這個步 在做啊 用這個步 在做啊 掃地啊 用這個步 再做啊 過來再 這個步 用這麼低的步 在做啊 用這樣子 再做啊 你才會嘛 你才懂 你不可以這樣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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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被罵了 好 所以我們現在練舞 很多東西要回來 回來強調 要練 是因為大家生活裡面 沒有了 生活裡沒 沒了 好 懂得嗎 你開 你開車子 真正開車子 教練說 你抓包降牌嘛 是這樣抓 還是這樣抓 這樣嗎 是這樣子 還是 這樣子 你的距離 應該是在這邊 還是在這邊 可以嗎 你真正是在這裡 是在這裡 你在這裡 你用的是這個力量 懂得嗎 你是這個力 你是這個力 不是在這裡 不是在這裡 要不懂 打槍你去射擊的話 後座力越大的槍 你的手在哪邊 後座力越大的槍 你越是夾緊 向內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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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在這裡 你不可以這樣子 這樣砰一下 撞到頭了 後座力 砰撞到頭 這樣有沒有懂 支撐力在這裡 在這裡 生活裡本來都應該要會 要會 要會 好 我說沒錯 那天報告上面 師傅說他以前還在打緊水 對啊 一次練這個力量 對 沒辦法 對 他說以前他要敲三四桶敲完之後上學 對 他說會列出來 你或者用拉 拉拉著 是不是這樣子 你拉著 小孩子就去打水 拉 小孩子肌肉有強 他的拉一定是這個力 這樣有沒有懂 所以以前 所以我一直講 以前練拳 中國武術的設計 是為他們那個時代的人 他們那個時代的人 平常生活裡面 他的身體的素質 是在這邊 所以中國武術的訓練 基礎訓練 是從這個開始的 我們現在的人的身體素質 在這裡 所以我們不能直接去練 他那個東西的 你練 你練不來 你練了就是用錯誤的方 方 方法做的 懂得嗎 所以 十幾年來我教學 才慢慢從這個地方 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到這裡來 從這裡開始教 為什麼以前師父 這些東西都 這些東西都不講 他認為 這也要講啊 這也要講啊 懂得嗎 我在跟我師父學 他教一個小孩子 他教一個什麼東西 我忘了 我說師父這個你怎麼沒有教我 這也要教啊 他們觀念裡面很多東西是不需要教的 你本來就應該要會 但是現在人就是不會 就是不會嘛 因為生活環境 生活條件不一樣 所以身體從小 從出生 到你開始學運動 學武術 你那個身體的 對自己身體的 了解 跟對自己身體的操控能力 協調能力 完全 完全不夠可 看不懂 要從 要從這裡 提升到這裡 才算開始變 開始變全 懂得嗎 這不能怪現代人 因為生活 就是這個樣子 機械化 電子化 自動化 以後 身體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今天我們不是要練 帶什麼高深的功夫 不要去想那個 你能從這邊練到這邊 已經很 很不錯了 已經很不錯了 我們現在練全練十年 比不上一個 一個黃包車車鋪 我跟你說真的 黃包車鋪 你看看他那個 他那個 要多少 多強的功力 他那個筋要多強 是不是 他那個持續力 跟爆發力 需要 需要多強 是不是 那生活裡面 就 就 就這個樣子 像黃山的跳舞 後面腳踢都已經練好了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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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這樣子 練一下 所以 你們要 不是你們 包括我 我練我的過程 也是在找 也是在找這些東西 為什麼練不出來 為什麼 那麼多人 練武術 練國術 練那麼久 練不出東西來呢 因為這些 沒有 這些基本應該有的東西 沒有 你今天買一輛跑車 賽車 連發跑車 你上去就開 你不是去撞嗎 不行 不行 你要有一個 你要有一個條件 是不是 你要有一個能力 你才可以去開 開那個車 人家那個車設計的 不是給新 新手開拍的 是不是 中國武術也是一樣 他是為他們那個時代的人設計的 他不是為我們這個時代設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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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要這樣子去看 要這樣去看 我們學這些東西 真的要去體會他裡面的好處跟智慧 我們要慢慢慢慢提升到那樣的程度 我們才夠資格去看 好像你要去看文言文 是不是 你要體會文言文的美 要了解文言文裡面的智慧 你起碼要有一點 要有一點國學的素養 是不是 沒有國學素養 你去讀那個東西 就對你來講 是沒有 是沒有用的 是沒有用的 好一樣 好嗎 來試試看